眼晕的奥运会 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 在近160张奥运海报里 这一组画围观的人最多 不妨让您先仔细瞅瞅 想必此时此刻您的感受就一个字 晕 这到底是什么呀 这就是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的标志性海报 这种让您看了就犯晕的图案 叫做欧普艺术 用设计师莱曼先生的话说 借助一根根带有韵律感的平行线条 营造出流动的画面效果 把这种艺术运用在奥运海报上 正如您所看到的 其实就是把呆板的直线 画成一圈一圈的跑道 而且设计师还把五环 和墨西哥的英文全拼 以及这届奥运会的举办时间 全部融在了一级 表现出十足的动感 而这只是海报设计师的解释 墨西哥人民却不这么看 他们认为这种一圈一圈的曲线 是祖先留给自己的图案 用它来绘制现代奥运会的标志 完全是一种古为金用的设计理念 这样才能体现出古代墨西哥的文化内涵 故事讲到这儿 问题来了 不知道您发现没有 咱们从这张海报里 的确很难一眼识别出奥运五环的标志 所以遭到了奥组委的命令禁止 因为不论是欧普艺术也好 祖先的符号也罢 都不能破坏奥运五环的整体形象 作为奥运会的宣传画 必须要突出奥运五环 其次才能表现民族文化 所以像这样的宣传在奥运史上 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下不为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